請問各位朋友們你有沒有作用經驗 哇 錄取名單已經出來了 看一下看一下 陳富康 賴伊安 哇靠 這什麼名字 印尼華人到底有沒有中文姓名呢 簡單來說 有姓氏的很多 有名字的不多 我相信蠻多網友們都知道 印尼華人很久以前被 鼓勵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當地名 那也就是為什麼你現在在印尼 可以看到很多 明明就是華人 但他有很長很顯眼的名字 不過呢 其實很多華人沒有完全無奈的放棄自己的名字 很多把自己的姓氏 藏在 姓名裡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大部分的華人當初是怎麼取名的 那因為姓氏太多 所以我這邊只會談到比較普遍的 但邏輯都一樣 第一個是 林 米南語是 林 發音好像怪怪的 當初姓林的華人都在想 印尼當地名字有哪些是有 林 這個音結在裡面呢 後來他們就想到 撒林 哈林 林 林曼 舉個例子 林少良 也就是 山林集團的前任老闆 也曾經是 印尼全國最富有的人 印尼文名字是 蘇道諾沙林 那因為林跟 李 聽起來很相似 所以 心裡的華人 很多也取了這些名字 陳 丹 我知道我翻譯怪怪的拍攝啦 一樣的取名方法 丹呢 就變成了 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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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們可能認識的就是 英尼TOKOPEDIA的創辦人 雖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中文名字 但從他的 英尼當地名字來看 他是個姓陳的華人 還有就是 陳江河 又稱 Sukanto Tanoto 是 Royal Garden Eagle的老闆 也是個很有錢的人 黃 ウィ ウィ 我放棄了 ウィ就變成了 ウィジャヤ ウィナダ ウィリア 管理聰 又稱 Eccachita Wijaya 他是 印尼金光集團的老闆 我相信來過印尼的應該有聽過這間集團 他們是個城市發展商 銀行 也是個職責廠商 等等 你們可能會問 後面明明就是JA 為什麼要念鴨呢 那是很浪漫的關係 不過我們基本上不太會這樣寫了 接下來 我要大家猜猜看 下面的名字 藏著哪些華人的姓氏呢 WANGSA RINATA ONGO 如果你們猜王的話 你們猜對了 王 南語是 ON 這三個呢 SUSHILO SURYA SUSSANTO SUSSANTO 對 是SU 好 最後 SETYO SUTYO SUTYO NO 不懂明南語的可能會有一點困難 如果你們猜 JANG的話 是對的 JANG 明南語是 DYO 好啦 我發現不好 好 相信大家現在有概念 當初印尼華人是怎麼取名的 那希望這部影片 有幫各位進一步了解 印尼華人的歷史 好 下次你們希望我可以談什麼主題呢 請隨意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 不喜歡的話 沒關係 請大家在下面多多指教 JANG小賴 Peace out 1 2 3 1 1 2 2 1 2 4 5